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今天是2015年的6月19号星期五 各位我们的听众夏志平又来到早安台湾的节目当中了 那么在明天6月20号就是端午节了 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里面 也要跟你聊一聊 哇这个我最喜欢吃的这项美食了 那也就是粽子 我记得在去年的节目里面 我们也曾经邀请到我们的房兵 来跟大家聊粽子 今年同样不例外 为什么呢 因为讲到这些美食 当然我们的特别来宾要跟大家说清楚 这个棒的食物 当然就要找棒的老师来解说 对不对呢 今天大会儿我们的美食单元 我们会跟您邀请到旅读中国杂志的实讲堂顾问 黄学正黄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聊一聊 他最喜欢的粽子是什么呢 还有志平也要把志平所吃到的这些美味的粽子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不过你先不要太高兴 你是吃不到的啦 大会儿我们要请黄学正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各位听众您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呢 志平要跟您来聊一聊 这个没到了端午节 大家非吃不可的几样食物啊 水果呢 大家当然就是要吃西瓜 或者是要吃荔枝 还有就是芒果 当然呢 这个不能少了粽子 粽子是大家在过端午节的时候 非得要吃的食物啊 今天呢 我们就特别为您邀请旅读中国杂志 实讲堂的顾问黄学正 来到节目当中啊 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好吃的粽子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学正你好 大家好 端午节快乐 是 学正谢谢你 又来到节目当中啊 粽子很棒对不对 你平常都一顿能吃多少颗啊 要看是什么粽子 粽子呢 这个我喜欢吃的粽子 一顿妈妈包的 大概可以吃三到四颗 三到四颗 你完全不用为你的身材着想吗 没有啦 这个身材呢 在粽子面前是完全不需要存在的 然后如果是我喜欢吃的减重的话 哎呀那一次大概就一斤了 就大概六到七颗 这个是两个是同时的 就是吃这个咸的这个粽子 大概三到四颗 然后就很饱了 但是就跟有一句说话怎么说的啊 这个反正甜点是另外一个味 所以减重对我来讲的就是甜点 所以好吃的减重呢 是我完全无法抗拒的 各位我们的早安听众朋友们 你们看不到这个黄学正黄老师 可是呢让容志平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他呢虽然这个还没有年过半百啦 这个只有过到40啦 但是呢你知道吗 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 不像我我已经是大肚子 人家会问我说如果你是女的 你怀胎几个月这样子 哎怎么会这种情况发生呢 一顿吃六七个粽子还是减重 然后再吃三四个这个普通的一般的糯米粽 结果呢他居然居然是没有肚子 老天爷会不会太不公平了 来这个言归正传 今天我们这个一开始的 我们先跟大家聊一聊 其实这个粽子呢 是志平每次在跟听众朋友 或者跟我的朋友们介绍粽子的时候 一定要聊到的 我是台南人 台南的这个粽子当然是非常有名 不过呢台南的早餐啊 台南人吃早餐一定要吃菜掌 所谓的菜掌就是花生粽啊 学正这个我们重点让你来说好不好 花生粽怎么做出来的 实际上花生粽啊 我吃过最精彩的花生粽就是志平 带我去吃的 菜掌这个东西啊 既然讲工彩啦 某程度是就是树的概念了 那以菜粽的精彩呢 我觉得它就是非常单纯的 用花生跟糯米 然后下去呢 用非常非常新鲜的这个种叶子 下去把它包起来 那这个种叶子呢 实际上是有诀窍的 那这个种叶子本身的新鲜度 会决定了菜种的芬芳度 那在做这个菜种的时候 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你花生本身浸泡的程度 有很多的花生呢 泡的时候怕怕 就是那种已经粉粉QQ 就失去了它本身有的一些刚性 那为什么我不喜欢吃太过糊烂的花生 有点像是我们平常喝花生汤的时候 炖很久的花生 那样子花生汤不适合在粽子里面 原因是因为粽本身是怎么做的 用糯米 糯米蒸透了之后呢 米粒应该尽量的失去它的原型 就是它应该是米与米之间 有一个结合面黏在一起 而粽子里面的花生呢 如果还是糊烂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变成满口糊烂了 就失去了它的那个落差跟它的对比 但如果花生呢 能够把它事先浸泡到一个适当的程度 你可以吃到花生的爽 跟花生的鲜香 那我们讲花生花生 实际上花生 我不知道志平记不记得 之前我们聊过 在中国北方经常有一道菜叫做白玉花生 或者是老醋白玉 是 老醋就是用陈醋 山西的陈醋去泡 去做成酱 然后去淋在新鲜的花生上 新鲜的花生 没有煮 是有花香的 是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的花香呢 在我们的粽子里面 会完完全全的呈现出来 那这样子的落差呢 最有趣的是 嚼糯米的时候 它的甜度大概要两分钟才会出来 就像我们小时候学那个 淀粉跟那个口腔的这个 酶之间的关系 它会 它会把那个点酒转变颜色嘛 对不对 是 好 但是花生的甜度 比糯米来的更直接 所以你吃到花生的时候 花生自己就 就有花生的香 花生的甜味出来了 接着再嚼一嚼 糯米的甜才跟上 但是两种是不同的甜 如果说你花生已经煮到糊烂的时候 可惜了 所以就变成花生的甜度跟香气 就不见了 是 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看到其他的报道 在形容这些花生粽 就是或者是素粽菜粽 这些的做法的时候 这个花生煮之前 在包进去之前 要先泡水泡很久很久 是 对 那因为毕竟我们在煮粽子的时候 时间还是比较短的 在这么短的时间呢 我们平常包花生汤 没有三四个小时 是包不出一个样子的 那花生如果只是 透过蒸煮的过程 大概就四十分钟了不起 最多一个小时 实际上它是没有办法透的 但是呢 最怕就是说 花生你在事前已经煮烂了 就是煮出个形 然后再包进去的时候 再继续蒸 那整个形体就垮掉了 我吃过北部有一些这样的做法 那我觉得就非常的可惜 它就只有米香跟有花生的存在 但是就失去了花生的香气 那上一次呢 我们在台南的时候吃到一个是这个 仪环定 对对对 这家业者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鸣盒 是 这两个花生的菜种的做法 非常让我惊艳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的花生的处理 都是符合刚刚这样说 它的米呢 它不仅仅蒸到是一体的 但是它的花生的对比性 它的质地 还是爽脆的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 值得精彩肯定的 就是它拿捏的正好 拿捏正好 对 火候没有过 那我们在吃一个好的粽子的时候 讲说 什么叫火候过 什么叫火候没有过 实际上很单纯 我们把粽叶拉开的时候 那个粽子本身的外面 是光滑的 我的形容词像是什么呢 有没有看过小狗 那尤其是那种有胸肌的 有肌肉的 你在说我吗 那个罗素梗犬 有没有 Jack Russell 就是那个电影里面 摩登大生那只狗 所以你看它虽然小 但是它的胸部的肌肉的线条 跟腿的那个上面的曲线 是非常漂亮的 如果你把粽子呢 叶子 因为叶子是竹叶 或者是各种不同香兰叶 等等的叶子 你把它拉开了之后呢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那个糯米的线条 是非常像鸡肉的线条 所以你应该把它拉开的时候呢 它那个线条是光滑的 而且你要知道 粽子本身是一个 是两个三角形的对接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锐角跟有三角形的 有像鸡肉线条 所以你粽子做得好呢 你应该把粽叶拉开的时候 那个线条是连续光滑的 而不是一粒一粒的 不是一颗一颗的米 好像要垮掉 那就真不够了 但是呢 你如果拉开的时候呢 你的那个米已经糊到 你拉开的时候 米都裂开 粘在你的粽叶上的时候 那就是表示这个已经是 不知道回锅增过多少次了 所以这样子的米呢 就水分呢 就透过粽叶渗进去了 希望浸到粽叶里面的是水蒸汽 而不是水 所以没有 可是问题是像它这样子用 它是用煮的方法的话 没问题 那么这个煮的粽子的这个时间的拿捏也很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小时候妈妈呢 就是在煮这个粽子的时候 通常最好吃的粽子 绝对不是马上煮完就吃的 感觉很好吃 但是实际上那是不好吃的 最好吃的粽子 也是煮完了之后 煮完只是定型煮熟 但是呢 要拿出来晾 晾了大概40分钟左右 这个时候呢 再拿回去 再蒸 所以煮完的时候 再回去蒸的时候 蒸的温度是高温 然后会脱水 所以粽子外面的这一层 我刚刚描述的这个一体成型 具有肌肉线条 而且光滑粉跟米粒 都还是最棒的一个一体性的 就会透过那个蒸的手段 去把它味道整个竖进去 因为蒸的温度比煮的温度高太多了 我们如果水煮的温度呢 大概就是最多100度嘛 对不对 了不起100度 但是如果你蒸的温度呢 很容易就上160度以上 所以它就可以高温 所以我这样说好色的粽子 就是你看到外面的叶子 是干干的 是 但是里面呢 哇是有油有料 或者是有各种不同的细节 但最怕的呢 就是外面看起来是湿湿油油的 一打开里面全部是烂掉的 或者是干的不透的 了解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 为您邀请到旅读中国杂志的 石讲堂的顾问 黄学正黄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请他呢 跟大家来聊一聊粽子 去年我们也是请黄老师 来跟大家聊粽子 我还记得去年 咱们聊的是果争重 或者是这个 这个大陆东南的 这个粽子 很多的粽子由来 黄老师都跟我们做了很多的解说 那么今天 今年我们要请老师 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 在台湾你能吃到这个 很特殊的这个 所谓的花生粽 我们这个 闽南语讲的叫菜掌 就是素食的粽子 里面没有肉 只有花生 这个在打开来这个时候 你就闻到非常非常浓厚的花生味 还有这个 这个糯米的香味 咬在嘴巴里面 刚刚学政老师告诉我们 它的落差跟它的对比 是在它的糯米的这个软度 Q度跟花生的这个 所谓的 它没有蒸到太软 还有一点点这个嚼劲的时候 那个对比是最棒的 可是呢 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有一种香味 学政老师也提到了 就是那个粽叶的香味 我特别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花生粽 特别是在台南的这个粽子 它是拿月桃叶去包出来的 月桃叶的香味 那更是不一样了 对不对 没错 而且我觉得月桃的这样子的香气 它实际上是非常接近花香 它跟我们传统的竹叶的香味 竹叶是比较属于清香 比较属于木本薄荷 这样子的香味 但月桃呢 则是偏近于果香 然后有带一点点草本 但是没有那么重的木本的感觉 所以这是两个很大的不同 那这个东西呢 为什么菜种要搭上两个必要的材料 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到它的端倪了 其中一个东西就是花生粉 有了这个种叶的 月桃叶的香还不够 对 我们还要另外一个 搭花生粉 好 一定要搭花生粉 那另外一个东西很关键的就是 香菜 盐衰 是是是 好 那你就觉得奇怪了 那为什么要搭这个两个东西 才会更搭 是 如果有机会在台湾的一部分的这个苗栗 如果去旅游的话 有时候会吃到一种种叫野姜花种 有 有吃过 它本身有野姜花的香味 非常浓郁野姜花香味 野姜花这样子的花呢 实际上它本身就是具有些许 柑橘 姜类 草本 果 又跟花之间的香气 那当然这个野姜花种是最近这 五年十年才真出现的啦 但是菜长实际上是很早之前就出现了 大家想一想 我们在吃菜长的时候 盐衰 就是我们讲香菜 它做什么 做提香 提香它有去几个东西 一个呢就是油的味道 第二个呢 它本身会冲 所以冲的功能呢 它会让这个粽子里面的米香 跟它的花生香拉出来 但是很重要一个东西 香菜本身是菜 所以它是草本的 对不对 所以它把这个草本的甜香的东西 接上花生 把它倒出来了这一段 但是另外一边呢 我们在配花生的时候就两种版本来 一种是花生粉包进去里面蒸的 一种呢是花生粉在外面直接加上去 上去配的 是是是 那花生 有什么差别呢 差别实际上很大 花生这个东西要做成花生粉 你花生一定要怎样 先炒熟 是 炒熟之后经过粘膜 那当大量的淀粉炒熟之后 它就一定会出现几个东西 一个就是所谓的油脂 另外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焦糖淀粉的香气 因为它已经被炒熟了嘛 就像我们吃花生的时候 花生熟了之后 但是它本身是少糖的 因为他们传统用是吃咸的嘛 对不对 最后会加酱油糕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简单的sauce 简单的酱料 但是基本上 你就会发现说 原来花生的油 在菜粽里面 是必须要透过花生粉来呈现的 因为菜粽里面的花生刚刚提到了 要没有那么熟 没有那么熟的时候是什么 清香 是有那个对比 米呢也没有油 所以你的油要从哪来 就变成你要油要从花生粉而来 那花生粉 因为你在蒸过之后 它会受潮 所以它的花生粉呢 就会变成有层次性的花生油 那我觉得呢 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奔放 那至于新鲜的花生粉 就是你种植真好淋上去的时候 它就有干湿之间的关系 所以你吃的时候呢 我觉得花生粉就更奔放 因为干嘛 而且是另外一种对比 是另外一种对比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我有了一个非常隐晦的油 叫花生粉里面的油 但是菜粽里面一点油都没有 就是有花生的清甜 然后有米的香 然后还有非常芬芳 没有被油盖住的月桃 以及种叶的香气 你知道油一上了月桃叶 完蛋了 油一上了种叶完蛋了 你仔细想对不对 我们小时候包粽子 最重要是什么 洗叶子 那个叶子你没有洗干净 洗干净还不能有油在上面 然后同时呢要怎样 要晾干 所以要晾干 它那个水蒸气才透得过 如果有油的话呢 水蒸气就被种叶上 那层薄薄的油膜挡住了 所以目的是在补油 从种到花生到香气 然后最后呢 再借由这个新鲜的香菜 去把那个叶子的新鲜度 把它拉出来 然后再补一些挥发性 所以就变成一个连续的香味 所以原因是在这 原来是这个学问 那问题来了 这个好 这个有些人说 他爱吃这个花生粉 已经包在粽子里头 去煮熟了的这种粽子 有些人喜欢外加的 那假定这个如果说啦 如果说啦 把这个已经包在里面的粽子 外面再撒花生粉 再这样把它吹下去 这个那就更好吃了 我一直想要开第三间 没想到小小的一个 里面只有包一种馅料的 包一种花生的这个所谓的 花生粽 就是所谓的菜粽 菜长 在菜粽 那个 他的学问也是这么大 那么好 这个在台南 事实上你的早餐 如果是选择这样来东西当早餐的话 那么有刚刚这个学证所告诉我们的 里面有Q的糯米 有一些小小一点点软脆软脆的花生 然后呢 那这样的香味再搭配到这个月桃叶的香味 然后上面呢 这个淋上的是花生粉 或者花生粉可是已经在里面这个煮熟了 另外还有这个盐水就是香菜 那更重要的是这个台南人吃的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甜的 这个酱油膏 这样子搭配起来 这个粽子就非常非常 这个几乎是95分 另外五分是什么呢 是他搭配的这个汤 味噌汤 或者说是这个 或者是这个 虱目鱼羹 就是这个天啊 这个早餐就是太完美了 这个马上就知道这个 志平大哥已经开始在想家了 怎么办 我认为 我认为菜众 这个 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早餐了 那搭配 热的汤 尤其是 不太油的汤 然后又一些温度 千万不要配冷汤 冷汤就可惜掉了 所以一定要有点温度 然后又不要太油的汤 所以像刚刚 你仔细想想志平大哥讲的几个汤 土拓鱼羹 对 几乎没什么油 是 对不对 它虽然是土拓鱼是炸的 但是上次应该沥干 然后放回去 对 好 虱目鱼汤 虱目没有油 没错 鱼的油是非常隐晦在汤表面的 嗯 那刚刚讲了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Viso汤 味噌汤 味噌汤也几乎没有油 甚至一些传统的还会加上 这个油豆腐皮 然后再进去里面去补它的油 是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里面的油 就跟粽子一样 是非常隐晦的 但是隐晦才会拉出对比 好 这个就是最精彩的一个地方 是 好 这个美食的道理原来就在这里 并不是每样东西的味道 通通要到足 都要到这个顶端 这个才能够搭配出来好的东西 事实上有足有虫 对不对 好 这个我们今天先 这一阶段的节目 先聊到这里 这个各位我们在节目中 为您邀请的是 旅读中国杂志实讲堂的顾问 黄学正 黄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台南 在非常非常有名的 这个花生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我们继续来跟您聊 这个我更爱吃的 另外一种粽子了 还是什么 我先卖个关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 两岸NNG节目举办 陆生来台上课点滴 我上的那一堂课 真文票选送好礼活动 经过第一阶段激烈竞争 有三篇作品脱颖而出 但更多一株之汉 而请给入选者喝彩 也别忘了给参加者掌声 当然也邀您一起参加好文票选 看谁能过关斩将 欣赏好文请上央广 陆生来台上课点滴 两岸NNG真文票选送好礼活动网页 只要在六月三十号前 投向您所喜爱的作品一票 就可以咯 来信请寄到 ing at rti.org.tw ing at rti.org.tw 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试身手 而当人不让参加中文的你 也可以参加哦 评好茶 台湾优质红茶礼盒 可别错过了哦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志平邀请到旅读中国杂志的 实讲堂顾问的黄学正黄老师 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粽子 今天呢 其实这个大家应该 这两天都已经吃了很多粽子了吧 因为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啊 端午节不吃粽子吃什么呢 还能吃什么呢 对不对 这个好吃的花生粽 这时候定来不及 但是如果你 每比你是在这个台北市 或者在传统超市里面 在传统市场或超市里面 你都可以去买得到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粽子啊 这个太简单了 讲是讲简单 事实上我觉得它真正不简单 为什么 如果这个粽子里面 只有一块肥肉 凭什么这块肥肉 要要要 要开启到你的目光 要抓住你的视觉 或者是味觉呢 就跟刚刚我们所聊的 花生粽一样 它只有一样花生 结果却没想到 这个跟糯米的搭配 成为天下美味 好这个讲到里面 只有一块肉 什么都没有的粽子 大家就知道 这是胡州粽 老师我想请教你 胡州粽学问更大呗 实际上 举一反三 我们刚刚在拉出来的 这个菜粽 讲的是这个油 必须要从外部来补 胡州粽刚好反过来 所以您刚刚讲的 那一块肥肉 实际上更精准的来讲 它是一块三层肥肉 肥瘦相间 肥瘦相间 肥瘦相间是很重要的 原因是因为 这个粽子本身 它在做肉 放到粽子的时候 它的肉实际上是生的 它不像是我们传统 台湾的一些闽南的做法 它可能会把肉 稍微过过一下 有时候快火炒一下 外面让它变成定型 甚至还有一些会下去卤 甚至有一些呢 它会腌过之后呢 它还会快火去煮 然后煮完了之后呢 就很快的就杀个青 就起来了 所以肉的使用呢 在这个上面是完全生的肉 那完全生的肉的时候呢 就变成你在煮它的功夫 就变成是等于是 把里面的猪的猪油 把它 纳到整个粽子里 所以从这个角度 你就瞬间就科学上的明白 米呢 它会吸纳大量的油 那等于是米泡在油 然后被水下去煮蒸 下去成型的 那这个米呢 会吸了大量的油 所以最在乎的东西 就是那个油必须要煮到化 所以如果你的三层肉的油 没有煮化 那就表示会恶心 是 对不对 你有煮化的时候呢 你从米一开始是米 就是米香 米的缝隙里面是 已经晕出来 已经化掉的油 你就开始越来越重 吃到中间呢 你所吃到的反而是 那一块肉的甜 这个是很有趣的 所以这刚好跟菜种是 两个是对立的 刚好相反过来的 程序上是相反 程序上相反过来的 所以看似简单呢 但实际上它的米的 这个泡米的时间 把水沥掉 然后可以晾多久的 这个米本身的这个时间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再来呢 就是肉本身跟米之间的比例 所以这么多年 这个台北大概三个吧 最出名的就是 以湖州粽子来讲 就是南门市场的 这个立家 南园 蔡万兴 那这三间粽子 它们各有 它们的湖州粽的特点 那唯一不变的就是 它本身的这个油 跟本身的米之间的关系 都处理的非常的精彩 但是油度不同 有些人喜欢比较油的 有些人喜欢不油的 那其中呢 有趣的是蔡文心 他在里面会加一个蛋黄 所以它不是只有一块肉 它是有一个鸭蛋黄 加上一块肉 那这个是比较有趣的 那为什么说它有趣 原因是因为鸭蛋黄实际上 它也是油 所以就变成有猪油 加上鸭蛋黄的油 但是鸭蛋黄的油本身呢 你会感觉猪肉的油 就跟鸭蛋黄的油合在一起 它就变成是高 而不是感觉它会腻 两个不冲突 两个不冲突 所以它会感觉是高 所以我们在经常吃 传统的闽南式的粽子的时候 经常也会在粽子里面 放进去鸭蛋黄 那鸭蛋黄呢 它会吸油的感觉 你吃到鸭蛋黄 你不会觉得虽然鸭蛋黄非常之油 但是你不会觉得它油 就有点像是月饼里面的鸭蛋黄 你会觉得说 鸭蛋黄好香 你不会觉得它好油 反而吃了那个酥皮吃久 哇这个皮好油 其实它那个皮的油度 是比鸭蛋黄要来的不油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对比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的质地的不同呢 它就创造出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对比 那反而是鸭蛋黄 它让你觉得那个肉 不会那么的油 那么的腻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做法 但是讲到胡周中 最重要的还是火猴 就是它的米跟肉之间的比例 透过火猴 应该把那个米煮到 我会把它叫糯糯 糯米的糯 两个叠字的意思就是说 它明明就是糯米 你已经把它煮到 已经像是粘稠的 已经没有形体 但是还是判断得了的粘度的糯 所以第一个讲的是糯米的米 第二个讲的就是它已经是糯了 已经变成是一种蒸熟也好 煮熟也好 已经失去米的形态的粘米状 我好有一笔 我好有一笔 怎么说 你应该说笔作何来 笔作何来 笔作何来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我倒是很好奇 就是说像很多粽子 待会我们下一个单元也会聊到 就是很多的妈妈们 自己在家里面要做粽子 像胡州粽这样的粽子 在家里做应该更难吧 很难 原因是因为你看 刚刚讲菜粽 菜粽本身它米跟花生 它不会产生错误 你最多蒸过头 要不然蒸不够 是两次三次结束 是对不对 对对对 好 但是你仔细去看胡州粽 胡州粽的猪肉 占的比例几乎六成 五成到六成 你正好 整体重量 五到六成 是 所以你就会发现 那个比例五到六成 米的泡水的吸水能力 你还要掌握 所以肉呢 又不是说工厂出来印刷 一块一块都一模一样的 你还要切 然后所以你仔细有空的时候 大家我还蛮建议 趁这个时候去南门市场 一定是排队的啦 是 但你就去旁边看一看 那个男员 尤其是他那个中奶奶 他旁边就一大框的肉 利家也是一样一大框的肉 你仔细去看 他那个肉啊 都是精工细切 就是他的长宽高大小 大概都差不多 然后那个米的这个重量 又是分量 又是一定固定的 对 但是他们就是要很有经验的 去包 而且你看 种植这东西 不是你称多少 原因是因为那米呢 是绕着这个肉的 所以你的米呢 没有完整绕着肉之后 煮的时候呢 刚刚讲到的猪肉的油 会怎样 渗出来了 就从那边流出来了 对 所以南就是南在说 你的功夫要好 米肉之间的比例 水分的掌握要对 最后呢 你在扎着粽子的时候呢 那个米又能够完整的 把肉给包住 但是又不漏 你看这个 这就不是我们平常 练得了的功夫了 我就说嘛 夏之平的这个嘴巴 真是贱 没事都是 没事这么刁干嘛 这跟我们另外一个 好朋友一样 他叫做范可卿 这个范可卿如果听到 在节目 但是现在就对空鸣枪啊 这个杀了夏之平 我在说他坏话 耳朵也会痒痒的 真的是 所以这个胡周种是不容易的 真的不容易的 我们自己试着包裹 我都觉得 要嘛不是肉太素 要不然就是那个油出不来 就是米归米 肉归肉 一拿出来一啪当 就是整块肉掉下来了 那你去看这三间店家 很有趣的是 你把它粽叶打开 掉出来的肉是瘦肉为主 对 而不是肥瘦 我们自己做的话 这样子肥瘦两个一块 对对对对 就是米归米 肉归肉 但他们就是可以做到这一块 特别是 讲到这里特别是 就是说 当然就很多人 像我平常如果 或者是冬天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端午节吗 那我特别奇怪 我就是很想吃胡周种 那怎么办 我就去某一个这个很 也是在这个 当然是在东区了 是 很有名的一家店 那个是数字开头的 对 然后或者说是在 插如这样子 对对 我没说 或者说是这个 这个大卖场里面 某连 或是大什么 或是这个之类的 它里面也有在卖这个胡周种 是 可是呢 坦白讲 从那里面买回来的胡周种 我曾经想到 我是不是买一颗 回来解馋就好了 可是呢 蒸完了吃以后 我就真的是后悔啊 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觉得 那个段数啊 那个级数就是不够 就是像我们平常在 喝茶 喝酒的时候 我们会聊到 很关键一个东西 叫做balance 就是它的均衡性 这个胡周种 是 最能够呈现 均衡性的一个种子 原因是因为 生肉本身 你要走水 要汆烫 是不可能的 是你没有办法走掉的 所以某个程度呢 胡周种做不好的时候呢 那个油 不是太薅 就是太骚 是 然后那个肉呢 就是过了头 要不然就是整块肉 根本那个油 没有被米吸到 对 所以这个是 胡周种难的地方 对 所以胡周种 你会看到它 胡周种 种叶 它的粗细 跟大小的比例 是有关系的 原因是因为它的粽叶本身 它有一些植物的香气 会去抑制 猪油的 刚讲的 好骚味 好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 而且重要的东西 我们刚刚一开始聊到 这个花生粽 它还是一般的粽子的外形 对 可是胡周种的外形 三角菱形这样子 对 就不一样 胡周种的外形 是有点长方形 对 长条形的 所以 这跟那个肉的切法 也是有match到 有关系 所以那个肉不是随便切的 对 然后花生粽 我们刚刚所讲到的是 上面会搭配很多其他的东西 加花生粉 或是加盐衰 可是我们在吃胡周种子的时候 大部分是什么都不加的 对 就是吃火猴 对 吃它的猪油香 所以那个时候 吃它的肉的甜 为什么我们从刚刚开始聊 胡周种聊到现在 这个功利可见一般的话 就是说你要吃到这个店家放进去的用心 还有功利的话 因为你什么东西都不放 你只吃那个粽子本身的话 这个那功利立刻就显现出来 没错 无从去这个评比 是 可是呢 问题来了 就是说好 我光吃粽子 腻了 怎么办 我要配什么呢 配茶吗 有没有什么茶是 或者是饮料 是学生可以在推荐给我们 吃胡周种的时候搭配的 我认为胡周种很适合配 发酵跟烘焙度比较重的东西 举例而言 我们讲的这个铁观音 非常适合 然后甚至说一部分的红茶也很适合 原因是因为你这时候如果配清茶的话 虽然感觉是解腻 但是清茶有一些茶它会咬喉咙 你会反而让那个油会上腻 你变成它那个油 落差太大 油就变非常的轻 然后反而会 整个喉咙就很不舒服 但是如果有点备火的茶 或者是发酵度比较熟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个茶跟那个油 实际上会比较容易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会个人是推荐 像是一部分的红茶 或者是一些比较中备火的 不管是铁观音也好 或者是鹿骨的乌龙 就是茶色比较深的 我会建议这样子 那往往我们喝到像刚讲铁观音 记不记得我们讲 之前讲到铁观音有个茶 它用的铁观音王 就是歪尾桃 歪尾桃就是因为铁观音茶叶里面 有一些果味 就是有水蜜桃的香味 那刚刚好跟粽子里面的 一部分的香气是可以呼应的 所以丰富了那个粽叶跟肉之间的果香 我觉得这个是很精彩的 好 那假定说遇到那个不爱喝茶的 我非喝酒不可行吗 我老给你出难题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当然这个中国人来讲的话 胡周中实际上本身是 这个淮阳江浙江苏一带的一个传统 宁波这个区域的 所以当然了 这个我们讲的绍兴绝对是非常适合的 那绍兴在配胡周中有一个前提 这跟那个绿茶异曲同工 前提就是那个酒要热 因为如果你吃胡周中的时候 配热的绍兴或是配陈绍 它的温度可以化油 因为它是木本的香味 对不对 绍兴是木本米糠香 那木本的香味如果是冷的时候完蛋了 它会拧油 你的油就浮上来 然后反而更腻了 但是烈的可能就 我个人就不建议了 烈酒在上面只是口味压口味 那这个就 这喉咙就是一个盖一个 盖到最后 那个猪肉的清甜度跟竹叶的香气 完全不管你是配大麴也好 高粱也好就完蛋了 我认为那就不搭了 这是我的看法 好 喜欢不管什么事情 吃什么的 这个都要配这个烈酒的 这个我们的好朋友 几位朋友 你可能要注意 你叫我问的这个问题 我帮你问了 这个不要每次都喝 那个什么烈酒白酒的 对不对 这个学学夏制品吧 来 这个我们在这个阶段 为您邀请到的这位受访者 是旅读中国杂志的 石讲堂的顾问 黄学正黄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聊一聊 胡周纵 这个事实上聊吃的这个话题 真的时间是不够的 特别是我们每一次 有这么多的食物要聊 而且这些食物的来龙去脉 学正老师都要跟大家解释清楚 它的特色怎么吃 或怎么去搭 这些通通都是学问 好 这个我们再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节目里头来 我们跟你聊一聊 另外几样 你非吃不可的这个粽子 到底有哪些呢 喂 你是在台湾读书的大陆学生吗 在台湾交流的多元感触 无处抒发 嘿嘿 早安台湾 发下英雄帖 广征一日节目主持人 即日起 可以透过电子邮件报名 请速将个人履历 及一日节目内容规划 记得电子信箱 tw007 at rti.org.tw 书面审核通过后 就有机会到央广 了解新闻制播流程 和担任一日主持工作 留下难忘的台湾经验 对于台湾校园生活 风土民情 新闻时事 有不土不快的想法吗 欢迎自认口齿清晰 企划够创意的陆生 参加主持甄选 获选者将可获 央广独家纪念品一份 行动吗 不如马上行动 早安台湾 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要一口然后收听 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因为明天就是粽子节 就是端午节 龙舟节 粽子节 是是是 对啊 这三个都可以啊 外国人都把它叫龙舟节 对对对 Dragon Boat Festival 这个可是这个华龙舟的时候 就要吃很多东西了 粽子就是其中一定要吃的 刚刚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 跟大家聊了有关于这个 在台南非常有名的花生粽 也就是这个菜粽 菜粽 那么第二阶段我们聊的呢 就是这个胡舟粽 两样粽子都大有来头 各有学问 但呢 接下来 我要这个特别来跟大家介绍 这个刚刚我们跟学正在这个休息的时候 也在聊到的 这个我们都爱吃甜 这个有一样东西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来跟大家介绍 我想他的学问应该也不小 因为我是没有特别这个吃到好吃的豆沙粽 那这回就请这个咱们的受访者 黄学正黄老师来跟大家介绍 豆沙粽它的学问又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么多的粽子里面 我认为糯米实际上是最适合做甜粽的 最适合甜点的 真的 我认为糯米本身的质地是非常适合做甜食的 你真的眼睛闭起来想一想 我们身边有多少的传统东方的甜食是糯米做的 对 多到翻掉 多到翻掉 原因是因为 八宝玉泥 对八宝玉泥很多很多 反正就多到不行了 是 那米糕 米糕 对 然后我们吃的这个汤团 很多东西都是糯米做的 是 实际上早期你严格来看 早期很多部落的文化里面的 基本的饮食也都是用糯米 反而不是像我们平常讲这种普通的这种梗米 是 那糯米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中国人在以前古代到现在一直非常养胃的一个 等于是食药兼具的一个食物 你胃不好实际上吃糯米实际上是吸收是比较容易的而且比较好的 糯米本身的热量跟养分也相对的比较高 所以在古老的一个文化里面 你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获取比较高的热量 获取比较高的效率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食物 这是在比较古老的逻辑 那当然随着时间的演进变成很多的这种米食的种类的增加之后 糯米这个东西开始变成我们的节庆食物 那刚刚讲到了这个甜食 我个人觉得有两种粽子 是我这个打死不退的 看到就灭 一个就是刚刚志平大哥讲的豆沙粽 豆沙粽呢 大家都觉得这个豆沙粽就是粽子包豆沙 但实际上我觉得豆沙这种难呢 就是难在于豆沙绒 豆沙绒就是我们讲的豆沙了 为什么要用绒这个字突然又再加豆沙的后面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是有原因的 我们传统吃的豆沙呢 我们经常把它叫做豆沙泥 是 对不对 泥跟绒之间不同在哪 水分 油度 颗粒性 好 豆沙泥呢 就是你手指头捏它 你推它一下 就像什么呢 就像那个凝固的这个奶油一样 你推它一下就凹进去 定型了 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而且表面是光滑的 表示它油度很高 有点像我们讲的枣泥 有没有 就这种概念 对不对 你手指头一样 这叫豆沙泥 是 豆沙绒呢 传统来讲 早期的豆沙真正的做法 是把豆 红豆 下去煮 煮了 下去 碾 碾成 豆绒 所以你真正去看古籍来讲 豆沙又叫做豆绒 就绒毛 绒衣的绒 豆绒 豆绒的意思就是 它会有冲冲郁郁这种 好像张牙五爪 豆类的这个质地的粉状类的 这样子的一个不均衡 就是不规则的一个堆叠的块状感觉 你好会形容 所以这个叫豆绒 那豆绒不够油的时候再补油进去 好了 那就有趣了 我们刚从菜种也讲到油是从花生 淀粉类东西进去补的 是 讲到胡周种是用猪肉本身的油 内部经过蒸煮之后 油内向外的 好了 豆沙种 它本身的油呢 当然就是来自于豆沙 但是豆沙本身在做的时候呢 过多的油就变成豆沙泥 恰当的油就变成豆沙绒 不够的油就变成豆沙 这样子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豆沙加粽子包出来的东西呢 就不香 原因是因为它没有足够的油 把水进行整合 再加上淀粉 你吃起来的时候就觉得 这个例子呢 日本经常把豆沙 纯粹的豆沙 包到糯米做的麻糬 或者是形式里面 但是就发现说 这个豆沙怎么没香 然后很甜而已 这就是豆沙 不够 那怎么补 通常在炒豆沙的时候 会补猪油 猪油下去补 对 补油进去 看是用素油或猪油都有 难怪 我就想嘛 我就一直在想 奇怪 这个因为豆沙粽啊 老跟这个 湖州粽摆在一块卖 是 我就想那是不是这个煮的时候 那个湖州粽的油 跑到豆沙粽里面去 不行 当然不是 完全不同 对 那所以这个豆沙粽 它本身的这个比例啊 去看它豆沙粽 它那个中间的比例 那个豆沙泥的比例 也是跟猪肉的尺寸差不多 那一模一样的 它也是透过同样的逻辑 把豆沙里面的油 蒸出来 透过豆沙 跟米 结为一体 所以你会发现 豆沙粽也应该跟那湖州粽的概念一样 只不过 没有了素肉的这个质地而已 但是应该呢是豆沙 然后接着呢 是受潮的豆沙 接着呢 是很细很细的粉末 受潮的豆沙跟米 几乎糯的部分已经结为一体了 然后再从米的糯度 再慢慢的变成所谓的 没有碰到豆沙的 素径的 蒸熟的糯米 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它的香味一定要透过 适当的精准的油度跟水分 从豆沙油内往外 所以你吃豆沙粽的时候 最精彩的就是你可以 有点像是吃米糕一样 把它这样捏一捏 米呢不着手不粘手 然后豆沙绒呢 也不会勾勾 也不会粘粘 然后反而是融融的 这样吃 吃到最后的精彩度呢 实际上是嘴巴流有竹叶香 豆沙香 糯米香 但是嘴巴里面一点啥都不流 问题来了 我们刚刚提到胡粥粽 糯米里面只有肥肉 只有三成肉 对不对 你要吃到不腻 那是个大学问 好这回 我怎么老挑这种难度高的东西 不会不会 糯米跟红豆的红豆绒 搭在一块 你整个大小跟刚刚胡粥粽 差不多大小 对不对 同样形状 几乎一样大小 对可是呢你又要吃到不腻 那这当中的拿捏恐怕也跟胡粥粽的难度不相上下吧 完全不相上下 实际上我觉得更难 原因是因为它的那个油就是关键了 所以如果它的那个豆沙粽太油的时候呢 米粒外面就会接近我们刚刚讲的 那有一点黏度有点糊度的感觉 就是糊掉的糊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掌握的刚好呢 出来是水香 水的香味呢就会怎样 就会把竹子的香味完全的出现 所以呢你应该在鼻子里面刚刚讲到 一定会留有竹叶香 原因在这儿 所以你嘴巴到最后应该什么都不留 就只有留刚讲的竹叶香气 糯米香气 豆沙香气 连猪油香气都不应该被尝到 所以就算凉了 这个是豆沙粽最精彩 就算凉了都好吃 都不腻 这个才是对的豆沙粽 所以刚讲这个不留的意思是连甜也不能留 就是你应该吃 这是糯米 就是糯米自然的甘甜 就是你口水让它变甜的甜 而不是你加了糖的甜 所以豆沙呢也应该是适当的甜 应该是什么都不留 也不会感觉是豆沙加了糖的甜 这是完全不同的甜 所以应该最后就是balance 就是要均衡的一个状况 回到水跟口腔自然的一个甘美 但是呢鼻腔却闻得到 粽叶红豆以及糯米本身的香气 你说的好像在在那个发生练习一样 口腔鼻腔共鸣 好这个所以我们这样来看 刚刚说的这些花生粽也好 胡粥粽也好 其实它这是一个主食的概念 但是豆沙粽可以当成这个食物的甜点来食用 是这样子吗 是可以这么说 好这个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 来邀请到旅读中国杂志 实讲堂的顾问黄学正黄老师 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 有关于粽子 这个因为明天就是端午节了 今天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要特别来请学正老师告诉我们 我们接下来聊了这个粽子 那这个大家都没吃过 这个为什么 因为这是他们家自己包的粽子 我也没吃过 这个时候呢 我坦白讲那就是卖弄了 要找黄妈妈讲 不要找我 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讲 就是说我们去很多地方买粽子 都会嫌这嫌那 但是我们嫌少 很少会去嫌自己妈妈 或自己的亲戚所包的粽子 是 因为那从小吃到大 对 再怎么样 或者说是后来才会发现 哎呀 原来我们家的粽子这么的考究 这么的讲究 是 放居住的东西啊 是这么的多 对 我先说我的 好 我的从小吃到大 其实就是我 后来啦 后来 小的时候是我阿姨包的粽子 那这个后来是我岳母他们家 或者是岳母的亲戚 自己包的粽子 那这个粽子上面 都有同样的特色 这个特色就是 里面包的这个肉啊 特别是不会选很 很瘦的肉 一定是三层肉 里面这个 这具肥的部分 要多带一点 那概念就刚刚 跟学正所讲的 这个胡州粽的概念 是一样的 那个油综合了 所有的这个 把所有的食材 融合在一起 然后里面放的这些食材 因为是自己吃的嘛 所以呢 怎么样都舍得 是去放大的干贝 整颗的这个香菇 然后呢 这个蛋黄 或者是好的花生米 那你爱吃什么 你放什么 其实这就是放猪四海 接准了 那学正 我要请你告诉我们 就是说 你们家的这个粽子 我相信一定有特殊之处吧 有 来来来 告诉我们 好了 你刚刚讲的呢 我们都有 是 实际上严格来讲 台湾非常的富裕 你知道吗 把这种瑶柱干贝 这种东西放到粽子里面 而且还举国通用 这真的是台湾非常的幸运 我妈妈的做法呢 实际上我就经常 之前我还想过 到底是南重北重 因为又像是南重又像北重 原因是因为它也水煮 最后又蒸 然后它的料呢 实际上之前也都炒 像里面用的芋头的芋角 它还先炸 然后再来呢 就是干贝本身呢 泡水不用说了 但是泡水之前呢 它有时候 用红葱头下去过过油之后呢 有时候干贝会快速的走一下 取一些干贝的鲜味到那个酱汁里面 然后当然会放金膏蝎 就是我们讲的金钩虾 这很普遍的 那当然有了金钩虾 有了干贝 已经算是海味巨足了 但是呢 我妈妈呢 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了 因为我们是福州人嘛 妈妈是厦门人 所以就会加进去一个 我目前在市面上从来没吃过 任何人有做类似的味道 就是会放虾油 对对对 虾油 对 然后在炒汁的时候 就做汁的时候会虾油 会收那个虾油的锅器 哎呀 那个是好的不得了 然后就是吃那个粽子 那个嘴巴会回甘飘香 现在讲的我都开始流口水了 这个是我妈妈粽子 这个 难怪 完全外面没有得拼的 就是完全不用拼了 就是光香气 光口感光 就是很多的东西 它就是 已经 就是变成 你就算吃干贝 就吃干贝 它的那个 我们家的猪肉 以前用的比较油 现在 过去十年 或许因为妈妈年龄的关系 以前粽子就是包三四十斤 现在大概十斤 一丝一丝而已 很可惜 那但是 它的做料就很干乎啊 那我一直觉得说端午实际上就是 整年里面 三大节 端午 中秋 冬至 我们就讲这三大节 端午实际上是一个 我觉得全家必须要动起来的唯一的日子 那你种业从前几天开始洗 开始亮 然后一直到搬 那个针床 然后一直打钉子在墙上 准备要挂棉绳 然后煮完了之后 要拜拜赶时间 然后又要晒干 然后小孩子要偷吃 然后又要 教年轻的家里面的女性们 要怎么样去包粽子 然后到时候 包一包 这个料不够 那个料不够 就想办法 就好了 把白果拿出来包 这个红豆来不及泡 好了 红豆就边泡一半 然后就直接包进去 就跑出了很多 属于妈妈自己本身 当下临时应变的这种创意跟能力 那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呢 那我想当时放虾油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是谁教我妈的还是说 就是说金狗蝎没了 没了 烤香没了 就爆这个香味 就直接虾油下去 因为虾油本身比金狗蝎 就比那个虾米还要更香 结果一做下去 哇 那个好吃的不得了 我认为这样子的做法 实际上是妈妈们的智慧 跟妈妈们的爱 那我记忆很深刻 就是说 我们家现在吃的粽子 实际上个头也都不大 但是呢 就里面什么料都有 我总是觉得好像米越来越少 但是料越来越多 然后每一个粽子包起来 就像刚才讲的 杰克罗素梗的那个鸡肉一样 都是被那个紧绷的 就好像意大利人穿衣服 衣服要小两号 那每一个都是绷的 然后那个粽子的末端屁股 都是尖的 都非常的锐利 就表示说 它绑的时候 因为糯米的时候 你绑满 实际上它会吸水 吸水会鼓起来 所以才会变到那个形状 太多的时候 冒出来的就不及格了 那不及格了 水就跑进去了 就会整个米就垮掉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香味 反而吃出了一个梗味 就是在糯米里面的软度 出现了Q度 然后出现了米粒 但是因为水吸的不多 但是它又产生了糯 就是一颗颗已经黏在一起了 但是 你还可以吃到它的梗杏 就是一颗米粒米粒的 就是外面是黏着 但是吃到一吃到它的梗杏 又分不出它的 一粒一粒的感觉 但是它又是一粒一粒的 所以类似这样子很模糊 但是又非常浓郁的状况 你就会口水就会特别的多 然后再加上丰富的材料 那我记得有一次不知道怎么样 心血来潮 我就跟妈妈说 妈妈你这米怎么用这么少 这么多料 这整颗里面都是料 你知道吗 四分之三全部是料 剩下四分之一是米 那妈妈就说 这个就今天这次米买的不够 泡的不够 所以就量很多 两颗蛋黄 然后两块猪肉 两块香菇 两颗干贝 米剩一点点 所以类似这样的东西 然后好了 反正我觉得最后呢 我觉得最难忘的 也是在我文章里面写 就是说 妈妈有时候 因为我从小 就是最小的嘛 在厨房里面 看妈妈进进出出 尤其是做这个端午的时候 妈妈就会说 你看 包这枪要把它拼成鞍 就用棉线把它绷紧 绷紧这件事情呢 实际上两片叶子 两个三角形对立 然后一条绳子 把它绷在一起 这个里面 这么多的丰富的材料 实际上就很像 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人 所以妈妈说 要把它绷紧 所以让我经常觉得说 实际上准备一个 从前几天一直到 最后准备出来的粽子 这个是要 比这个中秋节 去买个月饼 或者是冬至去买个汤圆 只是银子 请人家磨一下 那个要来的复杂 太多了 那有时候端午节的时候 小孩子我是很开心的 这个要中午的时候 蘸鸡蛋 对不对 以前的时候还会 时间到了 华龙舟都不知道热闹什么 就看完比赛华龙舟 在旁边吆喝这样 所以这个是全家难得 而且很难忘的一个日子 那我觉得这个日子真的不输中秋 也不输冬至 更不输过年 所以也谢谢妈妈们 这个用这条绳子 把咱们这个绷在一起 把这个全家的感情 跟生命 紧紧的绑在一起 各位听众 我们聊吃 其实最大的快乐 也就是在这里 知道了什么东西好吃 怎么吃 搭什么才能吃 之外呢 我们从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可以来延伸到 这么好的一些联想 学正今天在节目中 跟我们的分享 也许一条绳子 可以把粽子绑得 非常非常的扎实 但这也正确就是 像这些节日一样 把一家大小 从四面八方 牢牢的召回来 然后呢 好好的绑在一起 增进了彼此的关系 不会因为距离的疏远 而疏远 我觉得这就是过节的意义 这也是我们今天 吃这些美食 很重要的意义 相信呢 有了这一层意义 它不仅只是美食而已了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旅读中国杂志的 实讲堂的顾问 黄学正 来到节目当中 学正谢谢你 太精彩了 好 端午节快乐咯 端午节快乐 谢谢妈妈 拜拜